1979年開始推行的農村改革 標誌著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步入一個新的紀元 對於農民來說 改革意味著 他們不再需要聽命於政治官員的指揮 而只需要考慮自己的利益 和願望來進行勞動生產 我們在河南走訪的農戶陶先生 亦都清楚記得農村剛剛改革的情況 當時聽說管家政策 地域已成保以後 大家都同意 都很滿意 感覺我去幹活 不幹活 我的地我自由 不受別人的控制 但我所說的收入又好一些 不像通生產地管理 是有混亂的吧 當時各地農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將集體的土地重新分給各個籠戶 用國內的術語叫做土地承包 加入這個對待有100母地 100個人 也就是一個人一母地 平均分 誰也不多 誰也不少 我來出生的 也就是一樣 你改前人 你改代地 你改代地 改代地 你改代地 在離家不太遠的地方 陶先生帶我們去看一下 他家庭獲分配的土地 當時是我一個人地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是一母二分多地吧 到94年 我就帶了五個人地 就是二母多一點 這裡就是陶家五口人的農地 面積超過兩畝 另外還有兩畝地 在村內將比較差的土地 後來又分了一次給村民 不過 之後加入陶家的成員 包括媳婦和孫 都沒有再分到土地 這個四母多地 夏季 全部是小麥 由我和我老闆管理 秋季 百分之九十的是玉米 這個炸糧很少種 這個 鎖了玉米以後 就是把玉米 賣給那些食果袋 做這個 買肥料 利地 獎地 這個 買的 所在買的都是 這個 割容的 維持生活 按照陶先生的估計 由於賣粟米的收入 剛剛好可以彌補種小麥的支出 目前他和太太兩個人 一年在田地上勞動的收成 基本可以解決他們一家人 全年的糧食需求 至於其餘的生活開支 他們就要另外想辦法 不過 陶先生和我們說 改革以來並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 期間他們經歷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日子 從1979年開始改革 到1984年 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 同時政府也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 農民的收入在這段時間 大幅提升了將近一倍 農村入面 人人都熱情高漲 但是其後的10年 農民的收入增長卻是大為方緩 有些時候甚至出現倒退 就是有一個我們當時叫的 工農業產品剪刀叉的問題 那就是工業產品的價格設置上面 比農業產品價格設置要高 那麼在這個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方面來說的話呢 農民犧牲的就比較多 那麼這樣的話 他能夠維持城市居民的 比較低的這個消費支出 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話 那麼人們的工資就可以比較低 那麼工業的積累就會比較多 比較高 比較快 他的再投資的量就會比較大 那麼這個是為了支持工業化 除了工農業產品價格失衡的因素之外 在8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的農村稅費問題 就令到農民的經濟狀況進一步落化 1985年 人民公社全部被撤銷 取而代之的是蘇爾曼裔的鄉鎮政府 公社底下的生產大隊改成為行政村 而最底下的生產隊就恢復為原本的自然村 但是在轉變的過程裡面 各級機構的組織和人員出現了迅速膨脹的現象 如果說原來一個公社 他有就算很大的公社可能是有20多個幹部 那麼到後期的話 一個鄉鎮他的幹部人數可能會翻到五倍 六倍甚至更多 那麼這樣的話 要把一個相當大的基層的官僚體系 誰來承擔 就是要農民來承擔 經過多年的演變發展 中國基層政權的規模已經膨脹到 令人攤為觀止的地步 據中國政府的統計 在2000年初 全國的鄉鎮總數有45,000多個 供養全職人員達到1,280萬人 再加上村內的幹部 又有將近400萬人 換句話說 全國平均每40個農民 就需要供養1個幹部 除了需要支付龐大的基層幹部隊伍的 薪酬和福利之外 當時農民還需要承擔 越來越沉重的社會服務開支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教育和醫療費用 在人民公社時期 它是由一個集體作為一個載體 來承擔公共的服務、醫療、教育等等這些 它由這樣的一個集體來承擔這樣的分配 這是一點它有這個載體 而市場化以後 改革開放以後 基本上是個體的農戶來操心這些事情 而且是在一個市場化的條件之下 來操心這些事情 在人民公社年代 農村整體的收入 首先會集中起理 扣除了各種經費支出之後 才將正餘的分給農民 這樣做 農民所得雖然少 但卻保障了各種公共服務的運作 農村改革以後 農業的收益都直接回歸到農民手上 基層政府財政遁失 為了維持運作 只好不停地向農民徵費 名目層出不窮 金額亦都越滾越大 根據國務院 在1998年所做的調查統計 農民除了要向國家交稅 還分別要向鄉和村 兩級集體繳交各種經常性的費用 以及一些得定用途的款項 1998年 全國農民所繳納的各種稅費 就達到一千二百多億元 一千二百多億元 那個以前都是大小官都有權 你也家他也家他也家 他也家 都是到這門口負擔就中了 那個實際上是二母多一點 那個實際上人少 我給老闆也低 孩子沒低 孩子沒低 我們吃 你不要覺得男的品 以男為情沒事的 不舒服啊 我說不出來 那實際上沒低 我老闆從他馬拉國 國沒帶兩次吃 我真是說不出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 發展到本世紀初 中國農民的心情 從改革初期的歡欣著藥 一直跌到谷底 2002年 有一位農村的黨委書記李昌平 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國家總理 他用了農民真苦 農村真窮 農業真危險 幾句話來概括當時農民的警方 這個後裏被濃縮成為 三農問題的說法 從此傳遍全中國 成為一個全民關注的問題